大家位置 回來今天天堂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亚軒 及我的好拍檔 Hello 還有Yoyo Yoyo小時候有沒有試過去露營 當然有,有時同軍或普通學校旅行都會試過去露營 其實長大後就越來越少這些機會去露營 但原來在香港都市人的生活很煩囂 有時很喜歡整班朋友找到幾天的假期 很喜歡去露營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會喜歡這樣 尤其是秋天的時候,他們會扯一個星期假 然後會去西貢雅很多地方去玩露營 但露營的時候其實有很多裝備 甚至乎要住的方面,絕對要選擇一個適合的營才行 還有很多朋友都會知道 咦?其實有個營,但不會砸 那怎麼辦呢? 應該怎樣砸呢? 還有各方面的裝備可以怎樣去選擇 配合自己去一個很舒服的露營旅程 今次請到一位嘉賓來跟大家聊聊天的 他就是James James,你好 你好 想問一下你,剛才我們就說到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老師 或者有些大哥哥大姐姐帶我們去 其實我們現在長大後就想著 咦?我們已經變成大人了 很多東西都是親力親為 想自己去扎營 其實如果要縮營的話 去縮營和露營是兩樣東西 所以露營的所有東西都要靠自己的 其實怎樣去選購這些裝備 可不可以逐一跟大家介紹一下 可以的 不如我們由營說吧 好 如果營的話 通常它有分兩類 要不就是注重透氣的 或者是注重防水的 如果透氣的話 通常是夏天用 它的材料通常是用蚊沙來做的 蚊沙? 蚊沙 如果晚上就透風一點 但是有個不好處 就是可能有少少雨 或者早上有霧水的時候 營裡面會濕濕的 就會有些少少霧水 沒錯 如果是另外一種 就是比較防水性高 防風性高的 我們就叫四季營 四季營 四季營通常就是 除了底料之外 它還有一個天幕 天幕就會炸整個影 防水度很高 無論你是新的 下幾大雨也不怕 哇 很好 萬全的準備 海邊紮營是否會比較好 因為那裡霧氣也比較重 對 海邊紮營就比較 其實比較難紮 難紮一點 一來地比較遠一點 二來海邊其實 挺大風 挺大風 就是紮營會要紮得穩妥一點 穩妥一點 就是拉繩要多一點 這樣 其實有些 例如選擇一個營來講 有沒有劃分 有什麼level 有什麼級數 例如我們初歌 會選擇什麼營 有沒有這樣選擇 有的 如果初歌的話 通常買一些質地 即是無可避免 重一點的營 是 重一點的營 通常我們由營骨開始講起 是 如果是重一點的營 是 通常呢 哇 我已經看到了 是這個 通常的骨 我們就叫做纖維 纖維 纖維 顧名思義 那它一定沒有一些金屬 在裡面 是嗎 那它就會比較重一點 是 重一點 我們一折一折 有些橡筋的薄 是 大家可以看到 是 你不要看它這麼硬 如果你說薄長它之後 好像魚缸 這樣 好像這樣捲 好像這個 好像這個 就是整平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隻來講 這隻比較進階一點 是 這條棍和這個纖維肝 就有點不同 是 這個是鋁肝 鋁肝 鋁肝 鋁肝和纖維肝比較 鋁肝就會輕生很多 輕生很多 還有它就彈性大很多 彈性大一點 內用一點 那如果是纖維棍 它可能你 到差不多時間 可能一兩年 這樣擺久了 那就可能有少少問題出現 也會有老化 就是一個消耗品 會的 所以也會去更新 要換 沒錯 但用法方面 會不會有不同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責營的時候 就應該用哪一種 是否有分別 其實如果營方面 就分別不大 分別不大 分別不大 基本上沒有分別 其實看看你幾多人去 如果是 因為營營 它有一個人 好像在身後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 這個是一個人 一個人營 去到十幾人都有 有十幾人 最多可以十幾個進去 大家營 五代同堂去都可以 五代同堂去都可以 我非常開心 大家 媽媽婆婆一起煮食 沒錯 放風箏 那些 很好玩 在海灘游完水上來 睡覺 我非常悲悶 非常好 其實這個營 這個屬於 夏天會比較適用 沒錯 因為這個營 主要是蚊紗的 蚊紗的 蚊紗設計 比較薄 和透風 蚊紗設計 這個質地真的很好 對 它防蚊之餘 尤其是小一點 好像塞 蚊紗仔 都可以睡得到 它小到 連蚊紗仔都飛不進去 這個質地非常好 對 大家可以看到 透氣度很高 還有洞 很密 不用怕 特別有些 昆蟲 蛇蟲鼠 可以入侵 傷害到我們 那就不用怕 別人最怕 沒錯 如果你是去草地 很多蛇蟲鼠 對 有時候 避免不到 你唯有 拉密 如果你是夏天的話 如果全部都是 這些尼龍料 去做的營 就會很焗 很焗 對 晚上就會很辛苦 睡得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有蚊紗就很多 明白 有些朋友就會說 我摘完這個營 當然要睡覺 睡覺的時候 然後怎樣去選擇一個 那個叫睡袋 睡袋 睡袋 睡袋方面 亦都要怎樣去選購 為之叫做合適 自己 睡袋方面 它分兩種 通常就是 一種就是 比較熱一點點 天氣用 另外一種就是 厚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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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或者有些人出國 都可能會 需要這樣 那如果是冬天的 是 唉 對不起 我們先說冬天 冬天的 這個 就像這個 我都可以拿著 這個 這個很漂亮 這個 顏色很濕的 這個睡袋 就是給冬天用的 那何解 冬天用呢 一來顏色濕 男女都對 女生都喜歡 如果是冬天用 它的設計 基本上 這個是帽子的地方 然後 然後 一直到腳 那裡 這就是腳的地方 那個腳 是收身的 是 腳比較小一點 帽子比較寬 是 那有什麼作用呢 它的作用就是 幫你 幫你檢查空氣 就是讓你的腳 那裡包得陷 這樣就會暖身一點 這個設計上很好 因為有些人身高比較高 其實有尺寸 對 有尺寸 現在來說 通常只有一個馬 一個馬 七尺 七尺 對 很難有七尺 很難有七尺 對 以前來說 有些小孩子 有小孩子 有小孩子 小孩子那些是很小的 是 那我們 小孩子那些 基本上就很少買了 是 是 另外呢 是 另外有些就是 這個夏天睡袋 這個夏天用的 是 夏天用的就會比較透氣一點 夏天用的 一來就會薄一點 對 這個很薄 薄一點 比較薄一點 而且你會看到 它的帽子和腳的位置 一樣都是這麼闊的 直落的 非常好 直落的 還有一樣東西更好 是怎樣 如果你可能睡到晚上 我真的覺得很熱 太熱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這樣就可以 在這個拉鍊上 好 好啊 好啊 我最怕就是 當我很熱的時候 就不用熱 這樣就當皮蓋了 這樣就可以 對 真的很好 而且那個顏色很鮮 對 任何顏色都很漂亮 我又喜歡黑色 我又喜歡紅色 你又喜歡紅色 那剛剛好 那就兩個 挺好 一個反轉分 好啊 真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但有些人就說 可能去露營 其實可能就 有時就只需要用到 螢幕 要不就需要用到 睡袋 何時是需要兩樣一起用的 其實螢幕和睡袋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是啊 因為如果你 螢幕基本上等於一間屋 但你在一間屋裡 你沒有可能睡在地上 是吧 你一定要有 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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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就等於一個睡袋 包住你 其實你包住自己 晚上有些安全感 都睡得冷 James說的一些道理 完全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曾經有這個經歷 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男生 柴娃娃去玩的時候 就是沒有水袋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帳幕 大家都知道 上山的時候 隨便擦身 隨便睡覺 誰知道一到早上 四五點的時候 即是凌晨這些時間 地就開始很冷 然後冷到就入骨 很辛苦 好像去了極地睡覺 就凍醒了一個人 所以是很辛苦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選擇一個 兩樣都是重要 兩樣是缺一不可的 完全是正確的 所以James的論點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算去玩之餘 也要配合自己的天氣 選擇一個正確的帳幕 這個就是睡袋 還有一件事 睡袋 如果你是一群人 很多人一起玩 一起玩 一起玩 如果你沒有睡袋 大家突出一隻臭腳 哇 厲害了 晚上之後 我們小時候很喜歡說 屈蛇 一個比較不是太大的一個螢幕 然後就屈蛇幾個人 明明那個螢幕是可以睡兩個人 誰知道屈蛇了四個人 對… 那兩個人就… 腳腳對著臉 交叉腳 交叉腳 大家就知道 多難頂 為何你是這樣的 對 所以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大家也要知道 如何選購這些 基本露營的時候的一個裝備 一個螢幕和一個睡袋 好讓大家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購物天堂 視像的外形設計 適合每天配戴 中華傳統醫學精髓 結合現代化科技 以一精二推三岸四貼的獨特保健手法 助理而連養生 八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結合千年古希臘釀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li 就在玄泰屋 優質生活台 現在除了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外 還在上我們的網站 www.aplus510.com.hk 就是收看我們所有的節目 現在採用右身 由免費的方法 就用你的iPhone或者iPad 下載我們的Apps 就隨時隨地收看我們的節目 只要在你的iPhone或者iPad上 進入App Store畫面 在搜尋功能裡面 輸入Aplus 之後按確認 會搜尋到Aplus的Local 這個時候 按入Aplus的Local 畫面就會進入下載Aplus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plus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Free Free就會轉成Install 按入Install按鈕 畫面就會顯示 需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回到主畫面 Aplus的Local下面就會顯示正在安裝 只需十秒鐘 你就成功下載啦 你可以立即用Aplus App 重溫優質生活台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我們精彩的節目啦 還有啊 留意我們Aplus最新消息 著數隨時任理令 還快點拿你的手機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啦 繼續回來購物天堂 哎呀好舒服啊 我是Hit 還有我的好拍檔 Hello 還有Yoyo Yoyo 邀請我們今天的嘉賓出來 就是James James你好 我剛剛跟大家說了 關於露營的一些必需的裝備 譬如說有這個水袋和這個營 還有我想找找這個 對 要睡得舒服的話 是否真的可以加上這個呢 對 如果你有這個沖氣枕 就包你高床暖枕了 自動沖氣枕 對 這個是自動沖氣的 自動沖氣的 是 自動沖氣的 如果是平時不用的時候 是 就收得很小的 是 可以收得這麼小嗎 沒錯 那也挺方便的 收得不小的 你也知道 真的很厲害 對 我們露營的時候可能真的很多東西 是啊 如果這樣輕巧就方便很多 另外這一隻呢 另外這一隻也是自動沖氣枕 對 這隻也是自動沖氣 這隻呢 就是通常要來扛著頸 扛著頸 扛著頸 或者有些人買去辦公室 扛著條腰也可以 咦 是啊 真的要指露營用 沒錯 沒錯 多用的 那這些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它自己不用脆的 哇 哦 這樣就可以收起來了 是啊 扭緊的蓋子 那些氣就不會出來 哦 這樣就可以收得很小 是 是嗎 可以洗成這樣 沒錯 很厲害 就是它放出來的時候 就自動已經沖氣了 對 沒錯 你放出來的時候 你扭開蓋子 一扭開蓋子 這樣就 哇 自己會漲了 是啊 很快的 要不然我們自己吹也挺麻煩 是啊 以前我們經常都很勤力地 對 以前要這樣吹 要這樣吹 很辛苦 而且你看它很輕身 是啊 真的很輕身 這個也是很輕身的 很舒服的 非常好 除了枕頭之外 還有下面這張地隻 下面這張 橙色這一張 是橙色這一張 它的作用是怎樣 它除了舒服之外 是不是 它還有其實 如果你冬天去露營的時候 你 有一點保暖的作用 有一點保暖的作用 因為它始終有點厚 這個其實有四分之三寸 四分之三寸 四分之三寸 已經很厚了 對 那種感覺已經完全可以擋住地氣 沒錯 很舒服 但是我們所有的裝備都漫存 都齊全 但是究竟我們的初歌 如何去紮一個型 今天James也有一條示範的短片 帶大家去看看 究竟怎樣為之 紮了一個漂亮的型 給大家 就算去到這個 郊娥去玩的時候 住也要住得舒適 大家一起去片 James也可以慢慢 逐一步 逐步逐步去解釋給我們聽 James 先把這個內型打開 四角角攤平 四角角 我們營通常就有一支營骨去撐住 營骨 營骨 就是這支 我們現在開了那個 這支是纖維骨 一支一支有橡筋薄 一支一支 它很自然地穿好之後 營四角角每個角有一個配件 你就把它 穿進去 穿進去 這樣可以固定了那個型 對 沒錯 穿個雞眼位 每個角都有雞眼位 一左右 好像這個 這個是不是需要少少力 其實一般人都做得到 小孩子就會麻煩一點 就要大人幫忙 大人就沒有問題 然後穿好骨子之後掛上那個型 好漂亮 這個內型基本上就完成了 另外如果你要擋風擋雨 另外要一個shelter 就是那個T幕 那個T幕就是這樣套下去 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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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是有一支棍 這樣去撐起它 撐起那個 蟬縫的位置 嗯 都很簡單 其實我們這樣去建造型之後 我們始終都要固定地下 對不對 在固定地下的時候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固定在地下 還有我們在窄型方面 要選擇一塊叫做怎樣的質地地 是為之叫做水適合 嗯 如果窄型方面 其實香港地有很多地方去露營 包括沙灘 是 草地 沙地 什麼地方都有的 是 如果是沙地的話 我今天就帶了幾支釘過來 要用一些工具 我是說要這樣的 其實工具就是很簡單 就是幾支釘 只是釘你看到很簡單 有大小之分 大小 粗幼的 怎麼用的呢 如果像這支 手上這支 它就是 你看它比較大支一點 是 沙地用的 軟身的地方用的 好像說 如果你去沙灘 去沙灘紮營 這樣 這樣插進去之後 這樣去到很深 是 吃著沙就不會動到 是 那另外 如果是草地的話 是 通常現在新色一點 就會用這些 這些叫Y字釘 Y字釘 Y字的 是 很有型 這個釘 很有型 這支Y字釘 一來是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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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耐用 同時之間 它就 入到泥土 都會比較 實一點 穩定一點 穩定一點 因為它的位置比較大 Y字的位置吃泥 吃得多一點 有長短之分 長短之分 兩隻 怎麼用的長短之分 有什麼分別 其實 大一點的型 用比較長一點的型 沒錯 沒錯 其實我們如果去露營 除了型之外 如果你真的想睡得很晚 睡得好一點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很大的天幕 很大的 非常大的 都是享受的 對 三四米 那些天幕 一起了之後 如果你用普通這些鐵釘 很多大鐵釘 那就閘不到 一封一大 就會吹掉 整塊炸到 防個 jet 不知會是從哪 所以就要用這些 這些大鐵釘 一定用這個 這個是這樣的 是的,我們就建好營,我們很開心地方又可以睡 當然開始肚餓了 肚餓的時候,我們應該有甚麼裝備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主食方面,我們應該怎樣配戴甚麼呢 主食方面,我們通常會帶一些沙波飯餐 還有一些個人的餐具,例如刀餐匙 現在露營很方便,好像這一套 很漂亮 即是可以有齊齊 真的很漂亮 這裡有一套,全部都有蓋子 很齊全 很漂亮 還包起來,包起來是這麼小 即是很方便攜帶 沒錯,沒錯 即是這個雞尺爐連起來 一個雞尺爐這樣 雞尺爐不連 雞尺爐不連 這個煲橫煲 但雞尺爐也很小 對,雞尺爐也很小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全部套進去 很好,裝好 哇,實在是太精緻了 一個鍋中有鍋 鍋中有鍋 鍋中有鍋 全部放進去 然後大家可以把它套進去 就可以放進去 對,沒錯 這樣很方便,一個煮食用 基本上這些可以煮到多少人份量的食物 如果這一隻呢,大約二人左右 二人 對,二人 對,二至三左右 二至三左右 對,沒錯 另外呢 你煲有吧 對 另外要有些餐具 啊,這些餐具 這個最好 兩邊都有 對 而且我看到它是有刀 有刀 對 基本上一人一枝 一人一枝 除了鋸扒之外 什麼都吃得到 真的好 那可能有一點輕輕 譬如我煮蛋 用拔刀輕輕切一切 切一切 然後就可以撈起它來吃 這些是非常方便 沒錯 又內熱 這些物料又輕 又耐用 是 還有呢 剛才我們再留意一下那個 激烈爐 我想了解多一點那個激烈爐 怎樣用呢 怎樣用呢 激烈爐呢 這一隻是非常方便的 一來呢 座地的設計 它的重心低一點 就不會說容易翻 是 小孩子那些都 它用起來都比較放心一點 是 很穩定 有時候露營的地方 可能大風那些 可能都要穩固一點 對 沒錯 另外呢 它這個最方便是什麼呢 它可以用邊爐器 哦 用邊爐器 它邊爐器又可以 或者我們露營 經常用那些 另外那些 另外那些激烈 這些是丙遠氣 都可以用到的 只要摺一個 轉肩頭 就可以轉了 它就可以轉了 嘩 非常方便 對 那煮食 已經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了 另外 Yoyo前面那一個 我又很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真的 照明系統 來的呢 這個是照明系統 好漂亮 如果我們是 多人玩的 可能在煮食 三四人 那樣 就需要有一盞燈 是吧 是 這個就 好漂亮啊 這個都可以用邊爐器 對 另外有一條 另外有一條 小鈴鐺 讓它掛起來 嗯 掛起來了 照的地方就會多一點 大概它用到那個時間 會多久 如果用一罐邊爐器 這樣算 一罐邊爐器 大約可以用到 六七個小時 六七個小時 很厲害了 大概可以照到 幾大範圍 大約呢 三四個人都用得到 三四個人的範圍 三四個人的範圍 視線area 如果是那個 說火數 六十火 六十火 對 等於一粒一粒六十火 很夠 非常之夠 很夠 另外呢 這些爐器 還有這些燈 就不需要火柴 不需要火柴 對 因為它有自動打火 是 一按鈕 一按鈕 因為煮火柴都會燒死人 對 大家都要知道 一撻就可以 一撻就立即穿 立即穿到 就很方便 嗯 另外呢 也會在照明系統旁邊 也會有一個 就是急救箱 這個是不是急救箱 不是 這個不是急救箱 這個其實是一個爐盒 對 這個爐盒 我竟然猜錯了 這個是爐盒 原來那個盒可以這麼小 放了它在裡面 對 其實露營所有東西都要小 對 方便攜帶 哇 哎呀 好精美 但是這樣已經足夠3至4人的 一個 就是用的份量 對 其實我們每個人 其實很簡單 對 去露營的時候 每個人就是 辛苦一點點 每個人帶一兩支氣 就應該 很辛苦 很輕人 都已經足夠去玩幾天 大家帶夠這些食物 今天非常感謝 James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就是 我們先上來 今天非常感謝James 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關於露營 很多的裝備 還有 今天是大開眼界 以前小時候都會覺得 這些鍋 是 可以 迷你 以前都會覺得 帶鍋很麻煩 現在 你迷你也很緊要 又煲 還可以足夠煮三四個人的份量 甚至乎 連鑊也在 真的 學了很多 如果大家想去露營 就一定要自己 買齊這些裝備 去一個 一家大小 一個很開心的幾天的露營 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一次多謝 已經很簡單 再一次多謝 James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今天我們今晚 天堂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今集的節目內容 可以到以下網址 www.apus510.com.hk 有智能手機的觀眾 也可以到App Store download Apus 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精彩節目 吧